哈喽,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小康 现在是泰国时间早上7点4个字 那我已经是收拾好我的东西,准备开始出发骑车啦 那今天呢,会沿着沿海路线起一小段路线 然后过后呢,就会起出大路啦 因为呢,沿着海岸线潜进的话呢,就不太顺路啦 那今晚的计划呢,是打算到一个叫做Trad的市镇那里落脚 我看到那边呢,是有一个植物公园啦 今晚就会在那里落脚啦 这个是今天早晨的这个海岸线啦 这里呢,就看不到日出啦 日出是在山的后面,会挡着啦 然后,今天早上哦,一大晴早哦 就有人来这边睡觉咧 哇,你看,他们几会享受人生啦 那今天呢,出发的比较早呢 是因为,今天要去的那个叫做Trad的市镇呢 距离这里还有大概100公里 所以,早一点出发,就没有那么赶啦 经过了昨天的观景区不远呢 就会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啦 这个小村庄这里的这个风景呢 蛮漂亮的咧 这个就是它的海景啦 还有山景可以看咧 哇,今天早上日出的方向呢 就是这里啦 哇,蛮美的咧,这里 哇,超有感觉的 哇,今天早上骑行的这个路段呢 哇,感觉还蛮漂亮的咧,它的风景 看,前面有一些山景可以看 然后,在我的左右两旁呢 其实都是小鱼池来的啦 所以路上起来呢 全部都是鱼池来的 好,这是一条蛮舒服的向前小路啦 这条路呢,没有什么车的 好,像这种路呢 就是适合这样子慢慢的骑行啦 一边骑行呢 就一边好好的享受这个沿途的风景 哇,你看它的山景越来越明显的 哇,超美的咧 哇,喜欢喜欢 很有feel的一条 相见小路 现在呢,又起进了另外一条的相见小路啦 哇,这里的风景也是超美的咧 你看有这个山景 然后呢,沿途呢 也是沿着这个鱼池在前进 哇,很美咧 我在沿海一带的小市区的一个餐厅呢 先吃个早餐啦 今天早上呢,我是点了一盘这个猪肉炒饭啦 但是呢,它的猪肉炒饭呢 很没有诚意勒 你看,超小盘的 那我今天呢,也拿了一瓶这个汽水啦 今天突然间就想要喝汽水啦 OK,那我就先开动啦 我刚刚吃的那一餐呢 它的价格是80泰铢啦 我是觉得有点点贵啦 它的那个汽水就当做是20泰铢啦 那它的那个炒饭呢,就是60泰铢啦 那60泰铢一盘炒饭是算是蛮贵的啦 一般上炒饭呢,都是30到40泰铢左右啦 而且它的这盘炒饭呢,又超小盘的咧 我几口呢,就吃完了 我觉得那餐真的是很不呆啊 刚刚的那餐早餐呢,其实吃了不胜饱 然后我在路旁呢,看到了一些小吃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份啦 那,我其实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来的啦 感觉上呢,它是用Coconut做的啦 这样子一份呢,它是20泰铢啦 那今天一个早上呢,就花掉100泰铢去了 真的是够利哦 刚刚呢,尝试了一块 这个呢,真的是用Coconut做的啦 那它的味道呢,整体上呢,就是甜甜的啦 然后还有带一点点的鲜味啦 那这边呢,里面呢,它是有放一些这个青葱啦 口感是蛮不错的,蛮好吃一下 我刚刚呢,是跨过了一条这个大桥啦 它是跨过这个超大的这个河流的 这边前面呢,就是大海啦 那我接下来呢,是可以一路沿着这个海岸线 骑行大概20公里啦 那20公里之后呢,我就要骑出去大路啦 我想说齁,在泰国的这个沿海路线喔 其实他们呢,做到非常的完善 它一路上呢,都有这个脚车道 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呢,都有这个休息的地方 是蛮bicycle friendly的 现在是泰国时间早上10点10个字 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一个堡垒啦 这个楼梯这边走上去呢,就是那个堡垒啦 那在这个堡垒前面这边呢,它其实是一个海边啦,海岸 在这个海岸这里呢,它其实呢,是有一个森林公园的 那我是在想着啦,今晚要不要吃 就直接在这个森林公园这边扎营啦 如果它有电源的话呢,我可能就会直接在这里漏脚啦 因为我需要充电啦 这两天呢,我用的电力呢,用的蛮凶的 那在那个森林公园的旁边呢,就是一个海边啦 等下看完这个堡垒过后呢,就先去那个海边那里休息一下啦 好,现在我们上去看看这个堡垒是长什么样子吧 这个呢,就是他们的堡垒啦 这个堡垒的名字呢,它是叫做Pyrie Peanut Fort啦 这边呢,是有两尊这个大炮啦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啊 感觉是蛮漂亮的 它前面这边呢,就是一条大河啦 好,然后这个方向呢,就是大海啦 好,那如果我等下决定要继续启行的话呢 我就是必须经过那一条大桥啦 过了那条桥过后呢,我就要前往海维的方向前进啦 好,那在它这个堡垒这边呢 它是有一个这个Pagoda的啦 感觉上他们这边才刚刚傍晚一些活动啦 因为刚有这些布条 还有这个椅子 走上去看一下它的Pagoda 好,这个红色,白色,蓝色 泰国的棋的颜色 好,这边它的棋是有这个大象的这个 symbol 我是不晓得这边以前是来中魔的啦 可能是有打仗的吧 我也不晓得 要不然这么会有大炮在这边 还是这个是一个风水 我其实也不知道 好,大炮是风水嘛 好,不清楚 这个是他们的Pagoda啦 这边的景色呢,就看得比较清楚啦 蛮大的一条河啦,这个 蛮美的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海边啦 那这个海边呢,它的名字呢 是叫做Cratting Bay啦 原来呢,这个海边呢 它也是Under这个森林公园的 那我今晚呢,是决定在这里扎营啦 虽然呢,现在时间才11点半 半天不到,我就已经开始休息啦 但是,我都不赶时间啦 所以就,没关系啦 难得找到一个这么漂亮的这个海边 你看 好美咧 完全没有人呢,就只有一个人而已 那在这边,录影呢,是需要付费的 它的费用呢,是50泰铢 蛮便宜的 这里呢,有水有电 唯一一个不好的呢 就是呢,它就没有这个网络啦 好,今晚呢,就选择了这一赛 再赢啦 这边的风景呢,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 好,看这个海边 哇,多么的漂亮 整片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啦 好,刚刚在路上呢,是买了一些干粮啦 这一边呢,就买了65泰铢啦 等下会先在这边休息一下 吃一下我的干粮 然后过后才上去那个 圣灵公园的headquarter那边坐坐吧 那边呢,就有我的上网啦 然后充电的地方,就是这边啦 它每个一小段呢,都会有这个lamp pole 它的这些lamp pole呢,全部都是有的充电的 蛮方便啦 ok,我现在要先休息啦 这个呢,是我今晚录影的圣灵公园的名字了 叫做Cow Lansing Forest Park 那它在它的headquarter这里呢 是没有卖东西吃的 那边前面是一个小档口啦,但是没有开 那我刚刚呢,是把我的干粮烧完啦 所以呢,今晚应该就没有的吃晚餐啦 那这边,是它的地图啦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那个海边那边呢,就是我录影的地方啦 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hiking trail的 可以去拔一下小山 ok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check in的counter啦 那我刚刚呢,就是一路把我的脚撑 沿着这个阶梯,我抬下去啦 我超长的这个阶梯 我明天要抬上来的时候呢,会抬到半时啦 它这边是没有cafe的啦 只有厕所 跟这个,还有guided trail 它的这个counter这里呢,是有卖一些这个零食啦 看今晚可能又是吃零食了 那这边还有卖这个冰淇淋 那等一下,去跑完山过后呢 下来,就买个冰淇淋来吃吧 沿着它的那条hiking trail一直走 它就带你来到这个海边啦 那我还以为会有什么漂亮的山景呢 那原来是出回去同一片海边啦 就是我刚刚露营的那一片沙滩啦 它就是这个沙滩的尾端啦 哎呀,它就是只是一个绕了一条山路 过来沙滩而已 就这样 它没有什么特别嘛 它有点失望了,它的hiking trail 我现在呢,又要沿着这条阶梯 走回上去他们HQ那里啦 那在那里先处理我的视频 然后上传今天的影片啦 好,在那边呢,才有网络 在沙滩那里呢,是完全不行啦 好,你看 明天要把我的脚车抬上来 想到都累了 ok啦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啦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